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支大馬斯格刀 這是一支八吋的直列刀 這是大馬斯格 這個刀在1984年到1986年之間製作 這個是派克刀廠跟阿拉巴馬州的製刀名家 這個叫貴恩愛德華 貴恩是名字 姓是Edwards製作的 他們合作了兩年 兩年從1984到1986 所以在這個鋼印上 有這個派克跟愛德華 兩個聯名的鋼印 這個大馬式 你可能看不清楚 你看 D行 而且D行 那個帕克 然後有一個短的Dash 在Edwards 你知道這個什麼字 你就可以唸出來 你不曉得唸不出來 第二行是Jacksonville 那個Al 阿拉巴馬的工廠 他跟愛德華他們合作 帕克跟愛德華他們合作 在人類歷史 從來沒有這個大規模的製作這種大馬式格 他們最早做了 本來這個Edwards他自己有做 做這種大碼式格 但是它通常都是人家定制 大概都是一兩百支 三百支是這樣 好像有做過一千多支 但是在生產大碼式來講 這個數量算比較高 但是並不是一種很大的量 所以他們決定說要來用工產 工廠的大規模生產的方式 又不是那種小的那種工作室的方式 所以他們就做了多少 三萬支 三萬支 但是剛開始就不太順利 因為你大量工產製造跟個人的 或是說小公司的那種製造 是絕對不一樣的 你很多那種機械啦 都是要很多 要整排都是 不是像你那個工作室 大概就只有一個 一個這個 敲打的這種 錘打的這種機器 就可以了 因為你也沒那麼多工作可以做 那你這個 一天大概做個十幾支這樣 你說一百支 這個也是十天就做完了 那你要大量生產 生產的話 幾萬支啊 那一支你要做到什麼時候 那一支你要做一千 一千 比如說 要做兩年啊 三年啊 這可能呢 人家不可能 顧客等那麼久 所以他們就 最近要投資 結果一投資下去 就發覺這個變無體重 一支需要資本 最後沒辦法撐下去 而且期間還發生過 做了三萬 好像三萬五千支 三萬六千支的刀胚 大馬四個的刀胚 全部做會 因為公法出了問題 那個大馬四個有問題的 黃式很多 那個 那個 有時候那個 夾層 夾渣 沒辦法打不乾淨 還有 他那個 裂開來 裂開 很多啦 那個 最後 就把三萬多刀胚 全部 丟掉 當然不是丟掉 他全部把它這個 再溶掉 溶掉就是 重做 或者是說 再 那個 去做這種 一般的鋼材 因為 你變成一個合金鋼 因為 當然四個人 你做成 你把它溶掉 它變成一個合金鋼 怎麼 怎麼做 我是不曉得 我在工廠 待過 我在很多工廠 待過 很多種的工廠 待過 工廠有很多問題 然後 他們後來 沒辦法就把 派克把 愛德華的股份 其實就是工廠 工廠要幾十母 然後工廠 股份全部買下來 然後 做一個收尾 再去找 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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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個人 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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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繼續 把這些 鴿 招 鴿 鴿 鴿 有很多那種半成品 你要做完 要不然怎麼辦 半成品你沒做完的話 半成品就是垃圾 就沒有用 灰物 就是叫哥伯 還是叫吉伯 中文關於三十八糟 你要把它統一 要不然你講那種像這個卡拔 你叫卡拔 那個很亂話你 叫卡拔 你叫卡拔 它叫K拔 K拔 你要叫開拔也好用 但是現在中英文都混用 所以你用K沒有什麼大不了 就用K-B-K-B- 你講K-B- 老外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很多人英文不行就是怎麼樣 花音不行 你講的老外聽不懂 老外講的你聽不懂 為什麼 因為你花音你不行 你會把音標都認錯 譬如說講很簡單 講樂 老美都講Hot Hot 那你假如是學Jones的英語 你會練Hot 所以老美講Hot 你不知道他在講的他很樂 你要有一個人講Hot 你才知道他說他很樂 就是說你音標一定要先學正確 正確的音標 然後才來開始 整個把這個英文把它組織 成一個句子 讓人家聽得懂你什麼意思 有時候你看人家寫的英文 你看完都不懂 每個字都認識 那整個意思不知道 他們就把這個 剩下的這些東西把它做完 做了大概十萬字 大碼四個 你不要以為哇數量好大 每一隻都很貴 那個大碼四個 他們最早做三千六百字 你看你在台灣賣三千塊的東西都很難買 沒辦法呢 一到任何都碰到外行 他們最早做三萬字做折刀 那這邊有 一二三四五 有五支 五支刀型 三右四分之三寸 他這個攝影機的鏡頭 他這個攝影機的鏡頭 你看第一支多少錢 你知道 七十五塊 第二支九十塊 第三支 一百一十塊 一四支一百二十塊 第五支一百五十塊 第五支多少 四吋 兩個刀片 這五獸人 舌刀 不過這個是鹿角 這些同樣都是鹿角 這樣做 五支 總共做了三萬支 就一支做多少 做六千支 做六千支 你想想看 在1984年 我們以這個四吋的 兩支刀片的折刀來講 他是那時候是賣一百五十 大碼四格 記住啊 大碼四格 一百五十塊 1984到現在多少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一百五十塊 給你講說 他是 兩分 一年的話 還是三塊 三塊美金 我們不要給你講三塊美金 就講兩塊 最粗的算法 就 平均的算法是 最少一年要兩塊 兩塊的利潤 兩塊的利息 現在多少 三十五年 就七十塊 這要多少 兩百二十五塊 兩百二十五塊 多少 這多少錢 六千 六千七百五十塊 這個是 這個是講 那個時候 你買 花了錢 到現在的成本 那你不賺嗎 對不對 你 你假如賺 十分之一 七百千 再加價 就等於說 八千二 所以 為什麼這個刀 常常都 這個 CASE的 折刀 或是大碼四格 常常都是超過 超過這個 那個 一百塊美金 最低 也有時候到一千多塊美金 因為這個刀 你像這個四吋 這個鹿角 現在沒有鹿角了 你買不到 因為他們不做 不是說他不做 他沒辦法做 為什麼 你要做 就幾千塊 幾千隻 幾千隻 你要去哪裡 找這麼大量的鹿角 所以印度 他已經沒有出口 沒有出口 你不要以為 這些鹿角很珍貴 在 這個 他們用這個 揮藏手段的時候 這些鹿角 都變垃圾了 你知道那個 非洲那個象牙盜獵 那象牙盜獵 最後這些 這些髒 髒毛的象牙 也變成髒毛 最後怎麼樣 全部銷毀 全部燒價 那個是 不知道是 這幾 幾千萬美金的 那個 像山一樣 也是全部銷毀 這樣才可以制止 二子這種盜獵 對不對 現在印度政府也是這樣 他 抓到你這個盜獵 這個鹿角 鹿角也是全部 全部銷毀 燒掉 那你這個 你假如 你假如這個 還把它拍賣 那 那麼我就去偷 然後 被抓了 我再去拍賣 就買回來 拍賣都跟那個 實際價格差很多 所以你看這個 所以你要知道 夾米 要知道米價 那這個 那這個東西 比這個折刀呢 更貴 我給你找他這個 這個價格在哪裡 在這邊 這邊 那這邊 這邊 這邊 有八寸 這樣這麼近 它還不對焦 這個就是中國的東西 爛東西 從來都不好好做 來來來 你在八層 來第一行這邊有Fix A1758吋 Trailer Point 這個叫做這個上揚刀 再來這邊是刀柄的材料 Pucker wood 這個叫聚合木 再下來STAG 這個就是鹿角 再來是鹿角 這個八吋就是剛才這個八吋 你看它多少錢 它這邊有兩種 你看第一個440 賣多少錢50塊 8吋喔 440 1984年賣50塊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可以2000塊買 你就減到 50塊你給它一年兩年 現在35年 其實要120塊 你要3600塊 這成本 但是1984年其實它是40塊 40塊台幣 對我講的用兩塊這個是不公平的 這是沒有人會那麼笨 那個用兩塊 每年兩塊這樣這樣 那你換銀行你就比它兩塊多 再第二個它鹿角賣65塊 所以差15塊 你看鹿角跟這個聚合木差15塊 現在差多少 可能差100塊 你看 再看第三行 大馬四格 多少錢 125 所以這支刀 這個收藏家就是要再看這一東西 要不然你怎麼知道你現在 你的刀具的價格是多少 對 它這邊就三種 這是什麼時候的書名 1994年 這本書14塊95塊 你現在買不到 你現在買100塊 你可能還買不到 這都是絕版的書 你現在要買新版 你要買別人寫的 這個刀是拔存 它這個就是trailing point 它叫TRAIL ING就省列這樣 它這個刀是這樣 就是這個刀 它這個刀 這刀是向上揚 向上揚 它並不是這個平的 平的就叫正常的 但是它是這樣 它是這樣 有弧線下去 然後有往上 你看它是往上 弧線下來是往上 所以叫trailing point 就是上揚論 我是講上揚論 我是講上揚論 我是講它的意思 trailing point 還有另外一個講話 它叫swept swept swept就是掃 up-swept 上掃 往上掃 往上掃 這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英文名字是不一樣的 在這個刀上它是一樣的 那這支刀它有這個刀型的美麗 我剛才講它是125次在1984年 1984年 現在是30幾年 這個刀你保養得好 很多東西都有這種黏線 使用黏線它就不能再用 像電器產品怎麼樣 電腦一樣 你有使用黏線 這個刀你只要保養得好 只要控制在一個穩定狀態上 它沒有黏線的問題 大概一千年的刀現在還有 在歐洲沒有經過戰亂國家 沒有經過戰亂的國家 它才可能把一個東西好好保養 那你假如打戰的話 打戰的話 那些東西不是被魂毀 就是被人家摸走了 沒有了 所以 為什麼它這個刀 它的那個真實 它叫真實的潛力 它會跑過其他的那些物體 萬七八糟的物體 所以它這個 你看它這邊 它有流線 這樣 在這邊有兩個弧形 在前面 這個是放石子的地方 所以這刀的刀型 曾經是很粗名 就是很受歡迎 所以它在1993年的時候 對NKCA 要求 要請它來做會員刀 會員刀 但是就沒有大馬資格 因為大馬資格太貴 太貴 做會員刀的話 你會員 有的要買 它 買會員刀 有的是 只是說這個 應景 譬如說 今年是2019年 就買2019年的會員刀 明年2020年 買2020年的會員刀 它並不是說 它要買一支 好貴好貴的刀 所以 你好貴好貴 有的會員就不買 那你這個刀做出來 會員不買 當然你可以放以後再賣 但是通常 這些俱樂部它不是以賣刀為目的 它有它的理想 賣刀是一種它的 譬如說 要減少支出的這種 它的工作 賣刀可以獲一些利潤來經營這個 它這個機構 對 像 開刀展也是 開刀展 像NKC 也這麼大的俱樂部 它最後 它每年都開一次兩次 最後還是沒辦法 撐不住 撐不住 那 最後還是 還是要消息燈 現在有的俱樂部 它通常 大概兩百人以內 一萬名的 這比較少 Case的 是有一萬名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雷明頓 哪一家 巴克 巴克 這種比較知名的 才可能是一萬 要不然很多 有的二十五個人 相信不相信 二十五個人 就真的 二十五個人 譬如說你這個 台南市 刀友俱樂部 真的 你可以去組一個俱樂部 因為像 我知道 台南有很多 台南有很多 我覺得很奇怪 台南的 比這個 台北還多 我們這些 刀友 再來 它這個是鹿角 鹿角 你看它這個 就有打釘子 打釘子 所以 你沒有打釘子 有它的問題 有打釘子 也有它的問題 打釘子的話 你在熱上釘做 它不會怎麼樣 你沒有打釘子的話 你把它放在熱水裡面 又跑到冰箱裡面去 它就會翹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熱上釘說 你的連膠 強度沒有那麼強 它就連膠 就失去效果 失去效果 它這個餅片 會翹起來 通常是這個 往上翹 意思就是說 它是怎麼樣 就是說 裡面會深長 所以它就會這樣翹起來 所以你摸的時候 欸 怎麼 這邊會比較高 就是這樣 我們像這個物理的 這個 那個氧化還原 那個化學的 那個物理化學的 它有氧化還原的現象 但是你並不一定能夠 完全這個還原 像這個也是一樣 熱上釘說也是一樣 你不是說我現在 你知道有人在拋光他用機器 機器的話會 會發生很大的熱量 很大的熱量的話 就等於你在退火一樣 就是到位就會 就會變了 就是這樣 那你以為說 欸 我這個很熱的時候 它這個 橫脹的啦 翹起來了 我剛剛拿去冰庫 給它冰一冰 它就回去了 你以為是這個 橡皮筋嘛 拉一拉 它就開 那不可能的 它回去 回去的話也不可能完全回去 它這個膨脹的1.2 百分之20 回去的話 可能再回去 回去現在還在1.15 變這樣 然後再慢慢慢慢 時間久了 慢慢慢慢回去 可能最後還是1.0幾 還是不可能回到百分之100 因為它這種熱上釘說 它很多因素 不是只有一個溫度的因素 因為它也牽涉到 它裡面的結構 裡面這個 這個鹿角的結構 那木頭跟這個 鹿角又不太一樣 骨頭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 所以 要 注意 這個熱上釘說的問題 所以你不要以為 哇這個 有很多人在磨這個 刀幹什麼 那旁邊就一桶水 很多人就把它放到水裡面去 有的人 有的人 這個熱 來停一下 或是它 不耐緩 熱就它忍 戴手套嘛 熱就沒感覺了嘛 沒感覺了 這個刀它就 翹起來給你看 很多 很多種情形 就是這樣 它有的人跟你講說 我這已經處理過 像木頭 木頭一定要處理 你不處理它 一定會翹起來 有的木頭 你新的 你去木材行買 是新的木板 很平的喔 才過了半年 怎麼翹起來 有翹一面 另外 另外三個腳不翹 就是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做木材要抱的時候 你要等它穩定以後 看它翹 然後你要 你要抱的時候 要抱哪一面 那個 抱 環環環那一面 這不會再 那個 這個翹起來比較嚴重 那這個 它這個 這個刀你看 它這個刀是 這個叫階梯紋 階梯紋 你注意看 你看這支刀 這支刀有一點 它就是 你看它好像 對光線黃光 不像喔 有的 那個美國的 大馬斯克刀 你看這支刀 它就不黃光 這是酸洗的結果 不同的酸液 而且你可以來控制它的 你要的效果是什麼 你看這兩個 這完全就不一樣 它都是美國啦 美國 而且它 他們兩個好像 同一個 同一個鋼廠 同一個鋼廠 這就是 常常有人在問我 我說這個 我這個 它這個 這個刀它要 它要 它 因為它 因為它 它有看別人做的東西 而且 那個大法式的 很亮 而且還白色的 銀白色的 但也有花紋 那你很簡單嘛 像這個東西 你就先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就是 先把雜質都洗掉 你可以用這個丙銅 丙銅 丙銅你要趕快擦 因為它馬上就乾 就揮花 擦了以後你就開始 比如說你用這個 三十 開始給它拋 不要太用力 就是 就是讓它有拋到 其實 其實這個 在拋的時候 用砂紙拋的時候 你 你只要這樣飄過去 有 碰到這樣 並不需要用力去搓 所以你這樣 假如你用力搓的話 你也把它搓平 那你假如說 你只是稍微用力 它還是會保持 原來的 酸洗的高低 就是說它的紋路 紋路的高低 只是說在表面上 被你這個 這個拋光了 這樣 然後再 我剛才講三十 你再換十五 再換九 再換三 大概這樣就可以像這樣 我來看一下 現在它這個好像 麻木不冷 你有沒有看到它那個花亮 遠一點 還看不清 遠一點 你看 你看 我實在搞不清 它為什麼它這個近 很近的時候 它 看不清 好像是 對焦對不上 遠一點 看不清 你看 你看 它這個就沒有 它沒有去拋 這個就是經典式的作 它就是這樣 並不是要花亮才好 不要認為什麼東西都是花亮才好 那有的 有的那個光芒在裡面 那才好 你看這隻刀也是 你看這邊的很亮 它是它有大法式的紋路 很清楚啊 你看得出來 你看 它這個近 因為它這種 這種光斜的獨血頭呢 它沒辦法 把這個光 反射出來 光 因為它是一隻 一隻在 反射 那你 它的這個 獨血頭 它只是單張單張這樣 這樣紀錄而已 所以 它是一隻 所以你 很難把它的這個質感 就是 反射的光線的質感 所以 所以看它這邊其實是平滑的 你看不出來 它還有這種平滑的感覺 但你只有看 這邊 反射的光線 你知道它是平滑 這是凹膜 反正就是凹膜 這個已經 摩力骨 你可以看 其實這個東西 你 你 你用沙子摩 就可以了 只是你要知道方法 這就是寫通版紙 找不到比較差的紙 找不到比較差的紙 因為 嗯 欸 嗯 沒辦法 找棒子 你聽它的聲音喔 我現在吃進去 很可愛 這是四櫻ね 這些蓉膽子裡面都有十粉 畫畫鉗嗎 四張 聽喔 聽齒 吃今天的聲音 你就知道這個力不力 它這並不是磨得很尖 一般來講你這樣摸會刺到很痛 這個都不行 你要把它往前方的尖端把它削掉 要讓它往上 要不然你會常常不小心 你這樣碰到你就會受傷 來來看 我們這個不是靠這個 主要是靠後面的 聽到聲音 你看 你要看它的那個 切開的這個口 它是 指是不是 很風力 這 這個鹿角你看一下鹿角 這個鹿角是鹿在這個 鹿把它的腳拿去這個石頭 或者是樹幹上面去磨 石頭通常都是凹出平 所以它磨的時候就會在上面 像你在開這個 在梨前一樣這樣梨 它其實就是一種破壞 破壞的話它大的勾痕就是大的破壞 但是這個破壞有時候會延伸 延伸出來它會變成比較小的細紋 比較小的細紋 這些小的細紋有時候它還沒有裂開 但是在隨著時間熱上乘坐以後 它就會慢慢呈現 久了以後 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 潛在的裂痕 但是它還沒有到裂開的那一個點 但是你一直熱上乘坐 熱上乘坐 最後就到達這種裂開的點 就是它一直在拉嘛 拉就受硬力 最後就裂開 所以不見得現在再裂開 找一個東西 好 你看一下 你看這邊 有一條黑線 一條 一條 一條線 它是兩段 這兩條 這其實是兩條 它並不是連在一起 其實你注意看旁邊還有很多 很多 這個可能就是那種 哈羅斯管被藍色 哈羅斯管就是在裡面的這種 這個鹿角是 跟骨頭是相同成分 只說它是長在頭上 頭上頭上 並不是長在身體裡面 那 那個成分是相同的 那它裡面有很多這種 蘇中養分跟血液的 鹿角會 會掉下來 就是因為它已經死掉 它才會掉 沒有死掉以前就是鹿龍 鹿龍 鹿龍 鹿龍有 外面還有一個龍皮 那這些養分都必須要靠 這些叫哈羅斯管 來供應 所以裡面其實就很多秘密麻麻 這些 這些管 這些管 它其實它也是一個系統 一個 運輸的系統 運輸那些液體 就像樹的 尾管樹一樣 那它 它這些都在裡面 那 假如你給它染色 它就 它是一個孔洞 它當然這個染料會跑進去 跑進去就會變成像這樣 像這樣 假如是 它是一個硬力的裂痕 那麼它就是應該產生一個裂痕 而且會比較深 不會像這樣 像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你 你這個鹿角餅 你放個幾年以後 你一直在空氣中 你並沒有給它密封 它這 它就因為熱脹的 很多 會產生很多 表面的裂痕 表演裂痕 這個在 在 古董界他們講 這個在 這個 象牙上面 它叫雀絲 雀絲 其實不只象牙 很多很多這種 這種 那個 骨頭的 或者是說 天然的材料 它都會裂開 都會因為 熱脹冷縮 它表面會 會有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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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表面的 這有人在講 你是不是結構 結構的話 就必須說 它要撐起這一個 材料 材料的 這種 它的 這種結構性的組織 這個才叫結構 就像你的房子裡面的鋼筋 鋼筋 鋼筋是 你屋頂的 這個 上面那一片 那也是 它都有鋼筋 那個就牽涉到結構 只要只是表面的東西 這就跟結構沒有關係 你表面的粉刷 譬如說有人房子在吊 吊這個上面的瓷磚 這個跟結構沒有關係 但是瓷磚是用水泥黏在這個牆壁上 它表面掉跟裡面的鋼筋水泥沒有關係 但是裡面的鋼筋水泥只要是 鋸死掉 鋼筋鋸死 鋸死 最後它就脆化了 它就 裡面很多鐵 鐵的成分流失嘛 流失的話它就沒有那個拉力 沒有那個拉力 它地震來它就會折斷 折斷的 你看它在地震倒的房子 你看那個鋼筋 大部分都是生鏽 生鏽 好 那麼 我現在就講這個鹿角 鹿角 鹿角它是一個天然材質 它就會 它隨時都在變化 鹿角你沒有好好保養的話 譬如說你讓它發霉 還是有這個髒的東西 細菌感染幹什麼 它會土化 它會上面會慢慢有很多孔 齁 所以這種叫做老化 老化 這 也叫做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修化 就是說它已經爛掉 它就會慢慢越來越嚴重 因為它會傳染 它會 譬如說 這邊有 然後慢慢整個都有 然後左片有 右片有 慢慢也會用 那你假如是給它穩定狀態之中的話 它 它甚至會 有的時候會 鬱化 鬱化 就像骨頭一樣 越來越硬 越來越硬 那 硬的東西 並不是比較好 硬的東西比較脆 硬的東西它沒有韌性 沒有韌性 好 那 它可能一折就折斷 那你有韌性的東西它就不會 所以為什麼熱處理它要做 做兩次 第一次給它硬 第二次給它韌 所以說你 但是你的硬度 並沒有損傷很多 但是它有這種韌性 這個東西好壞 強弱 不是看硬 要看韌 所以沒有人在講Hard 就是外行的人才講幾度 你要講它的韌性 韌性的話你要 你要講 譬如說這個 那個降虎點 還是講 抗摺點 降虎點的話 就是我拉到很大的程度 我換回去它還是 還恢復原狀 那你 你這個很硬的東西 並不見得很恢復 它只是說我撐到一個很高點 但是斷掉我就沒有了 我拉到一個程度 它不回覆 不回覆 已經變形 變形的東西 它就 容易失敬它的力量 好 那這個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八寸長 那它這個 我現在剛才講大瑪斯格 好我再給你看一個 大瑪斯格的 有問題 來看這個 奇怪 這差一點沒辦法對焦 然後就是 阿 Sche 饅 如果 無論 啊 只是 如此 他很近他也沒辦法接著 那這也有一條裂痕 大概 1.5公分 沒辦法再近 這也就是納瓦斯格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叫夾層 他夾層他沒有溶解 沒有溶解的話 他就產生一個可以分開的這種夾層 但是他這個只是在表面 假如是在別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磨掉 就沒有了 但是他是在這個 而且他是在刀根 在刀根不是在刀片這樣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會影響使用 而且他這個夾層是在比較上面 並不是在夾層跑到中間 跑到對面去 他只是在上面這樣 OK 這蠻辛苦的 要不要買逻辑 來攝影以上 滿足的 想跟我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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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这一段 這要怎麼弄? 我看見果然在弄,這要弄很順 這要怎麼弄? 我可以放棄一下 我可以放棄一下 美國那個 中性的靠近鏡頭 他就自動對焦 他就自動對焦 這個夾成就在表面上 但是對這個刀整體來講 他還是可以使用 這就是講的 這就是屬於一種瑕疵 但也是不完美 但是並不是說這個刀就完蛋 這刀這樣他還是很鋒利 這個血龍端子 這個大概100磅 還有100磅 還是很厲害 我再看一遍 他這個鹿角都蠻漂亮的 這邊都沒有用到海綿層 完全都沒有 這是在早期的 早期才有可能 他可以這樣選 來看他的皮套 皮套是這樣 他其實他兩 他這有 有一個弧度 其實他兩面都可以可以裝 你右手的話你放在這邊 放在你的右側 右側然後這樣拔出來 這個皮套是後來定做 跟泰克的皮套不是這樣 泰克的皮套是這個 有一個蓋子 跟那個熊伊子的後來有蓋子 那很像 也不是完全一樣 這皮套就是 這支刀是這個收藏刀 可以他有用過 有用過 不是完全收藏 所以他有磨力過 有磨力過 所以他也把它這個 這個拋光 所以你可以 少一支 比較你要做的刀 喜歡或是不喜歡的 拿來做試驗 就是開始用這個 三十的 先把它這樣拋 不要太用力 你太用力的話 你就會把這個紋路都拋平 因為紋路你現在摸是有感覺 它有凹凸凸凸 所以你只要順著那個凹凸凸 這樣拋 不要很用力這樣 很用力這樣的話 它本來有凹凸凸凸凸 就被你磨平 那你假如是 只是順著這個表面這樣 這樣 有接觸就好 然後 要花久一點的時間 要花久一點的時間 你才可以像這樣 他現在可以摸得到這些紋路 但是他是 已經被拋亮 拋亮 你看這個 這招除了這個以外 這招基本上沒有什麼瑕疵 是一支值得收藏的收藏刀 這招除了這個 這招到我們那邊 不要低著下 拍那一下 謝謝你的收看 可以用到你的手上 再来一次 再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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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